8月19日,涉嫌非法殴打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,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19岁男子赖云龙,于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。 赖云龙被控以三项罪名,分别为参与非法集结、伤人和袭击至造成身体伤害罪,法院最终判决他不允许保释,交由香港懲教署看管。 香港警方于8月16日拘捕赖云龙,他的辩护律师称其是香港本地人,独居于香港上水公屋单位,父母已离异,赖云龙文化程度为小学六年级,现为酒店兼职适应生。 控罪指出,被告赖云龙在8月13日至14日期间,于香港国际机场与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,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,意图破坏社会安宁。 他还与其他人士在香港机场机区通道非法及恶意伤害傅国豪。 当傅国豪被救护人员送上担架床时,赖云龙仍然追上来,用挂有美国国企的旗杆打他,造成傅国豪的头颈和手部受伤。 控方又指,赖云龙涉及另一宗涉嫌在沙田袭警的案件,相信其再犯类似案件的机会较大。 此外,由于在香港机场发生的案件涉及其他人,所以需要更多时间翻查闭录电视片段,以确认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,希望法庭可以把案件押后再讯。 赖云龙的辩方律师提出以现金4000港元申请保释。 主任裁判官考虑到控方的说辞,拒绝赖云龙保释申请,他需要继续再押待审,案件押后至10月28日再提讯。 被告赖云龙在审讯后被押上香港惩教署的囚车,离开香港东区裁判法院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